本期话题 异母草的功效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 主任医师 异母草的功效和作用 异母草呢 它主要有活血化育作用 它对于活血化育呢 它对于各种瘀血疼痛 都是可以用异母草的 第二个呢 是挑筋止痛 那么主要是对于 月经不调 还有呢 就是产后我落不尽 它的化育能力也是非常强 异母草之所以叫异母草 也是因为它对产后 瘀血不尽 这种应用 异母草用得多 所以呢 叫做异母草 明智带来 也是因为 它具有产后血液 对化育止痛的功能 那么调筋化育止痛 另外呢 异母草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涅水消肿 那么对于小便不涅 或者否种疼痛 也可以用 通过这几个作用呢 现代的云母草 其实它通过活血化育 用于高血压 这些也是非常常用的 那么就是说 它具有降压 活血 那么对高 就是高血压的病人 或者是有瘀血肿痛 或者 女性的月经不调 痛经浮痛 另外呢 它有轻度的就是说 疏肝解育的作用 也是因为它具有化育的作用 而进一步衍生出来的一个 治疗效果 所以对于瘀血引起的气质 也可以一定的减育作用 所以 因不草的主要作用呢 还是基于活血化育 条件之痛 逆水消肿 这是它的基本功效 那么用量 因不草呢 我们讲 一般的用15克左右 一般是它的厂用量 因为它有瘀血消肿 过量 或者酒用 也对 就是说 也有可能产生副作用 主张因为 毕竟是一个活血化育药 不主张酒用 或者用量过大 它毕竟有破血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